我们日康公司的话呢 成立于2008年的10月份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已经经过了9个年头 我们现在的产品的话呢 主要是护理店 95%的话呢都是出口 去年的话呢 我们做了产值的话呢 有7000万 今年的话呢 目标的话就是上到8000万 行业里面 就是做护理店这一片的话呢 应该我们是规模的话呢 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呢 应该可能也要排到前三个 主要的话呢 就是两种市场 第一种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的话呢 好平台去拓展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通过国内的贸易公司 这两种市场 因为我们传统的话 就是走阿里巴巴嘛 那就比较单一点 我出国的话呢 也经常去啊 所以说了解的话 我们许多那个国外客户的话呢 他们都是平时交流的话呢 包括就是搜索信息的话 可能就是谷歌上这边 用的比较多 那外贸快车这个平台的话呢 他们就是依托于那个谷歌这一片 就是 所以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吸引我 就是三月份上 正式上线的就是 还用到现在的话呢 就那个八九月的时间 就是 总体来说的话呢 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客户的话 每年都在增长 但是今年的话 上了这个外贸快车这个平台之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业务量的话呢 通过外贸平台这一片的话呢 应该说提升了百分之十五吧 新客户的话呢 他这个占比的话呢 就是要占到就是百分之八十 客户反贷量这一片的话呢 还是比较多的就是 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 以后的话 我们这个网站的话呢 会每年的话 进行一个就是更新维护的事 客户量其实最最主要 很明显 通过它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增加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 跟其他的平台相比的话呢 也要快 所以渠道的话呢 进一步扩展 服务这一片啊 包括就是它后续 跟我们那个对接 跟我们一些指导啊 这片的话呢 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让我们这个 客户人员的话呢 就是能够很轻松的 去上线 去操作 而且的话呢 它也会做一个就是 流量的一个集醒 并有我们就是 更加及时的去 掌握一些客户的信息 外贸快车 助力易康 做大做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